今天繼續來到我們 2021 年 DSE 解卷第 15 條 MC 的位置 這個竟然是玩到正六邊形 真的猜不到,因為往年玩到比較盡,都是玩五邊形 這裡我們先畫一個比較帥仔的正六邊形 我也是免得用間車,因為大概應該可以了 一個六邊形,六條邊的形狀 現在有個角柱體的底和頂部一樣 就是一個正六邊形,而每條邊長都是八八八八八的 他正在問我們角柱體的體積,叫做 288 cm 三次 正在問角柱體的總表面面積 簡單來說,最起碼我們也要找到頂和底兩塊六角形的面積 我們先看看,這件事是怎樣計的呢 其實一個正六邊形的每一隻內角,我們是有數可以計的 因為我們有一條公式,叫做 N 減 2 乘 186 所以內角和就是 4 乘 2 乘 180 然後除 6,你就算到每一隻角應該都是 8 二度 好,那你說算到 8 二度又如何呢,這些都是 8 二度 好,算到 8 二度的話,其實我們是可以去切角正六邊形 怎樣切角?我們這樣這裡切一刀,這樣這裡切一刀 好了,那側面這兩部分其實是三角形 我們用 2 分 1 AB Size C 去做 2 分 1 乘 8 乘 8 乘 8 再乘以這個叫做 Size 120 度 好了,儘管按下機看看是否帥仔數 0.5 乘 8 乘 8 乘 8 乘 120 OK,不漂亮的這個,那我們儲存了去 答案去到 A 那個位 這一部分叫做 A,這一部分也叫做 A 好了,那中間這個明顯就是一個長方形 明顯是長方形 那這個中間的長方形面積又如何計呢 好了,我們可以用cos formula 找到這一條邊 cos 8 二度 等於 8 二次加 8 二次 再減回 2 乘 8 乘 8 好了,那你就可以算到 X 有多長 好了,cos 120 度 再乘以 2 乘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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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,然後再乘 1 好了,所以這一條叫做開方 192 OK 好了,那然後,即是說中間這個長方形的面積就是 8,再乘以開方 192 這個就是中間的長方形的面積 我叫這個東西叫做 B OK,那即是這裡是 B 好了,8乘以開方 192 好了,我將這個叫做 B 那即是說,現在 我先看看 B 我怕按錯,OK,沒有按錯 好了,即是說現在一個六角形的面積 其實就是兩個 A 加一個 B 但是一個柱體的總表面面積 就是有兩塊這些六角形 因為一塊底,一塊頂 所以頂和底的兩塊的面積 叫做 2 乘以 2 A 加 B OK,那這個就是頂和底的面積 但這件事還沒完 因為這是一個柱體 柱體是有個高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切個高叫做 H 那麼 H 乘以 2 A 加 B 就等於那個體積叫做 288 好了,於是乎我們有數得計 看看 H 是多少 288 再除 2 A 加 B 這個我懷疑是跟三 不過算了,我只要 Save 做 C 那麼 H 其實就是 C 好,即是說那個正六角形柱體的其中一塊側面 就是用 8 乘以 C 因為長乘寬 那個側面其實都是長方形 那麼它有多少個側面呢?很簡單 六個側面 因為你當這個是六角柱體的頂 你是這樣撫陷下去的 那麼它就會有六個側面在這裡 OK,所以就再乘以 6 那麼這個加這個呢 兩塊底和頂 然後再加6塊側面 總共就算到這個六角形柱體的總表面面積 OK,那我們按機了 2乘以 2 A 再加 B 哎呀,經常按錯機 因為我是看著螢幕去按 所以我經常按機有些 Delay 就容易按錯 OK,再加 8 個 C 然後再乘以 6 OK,一按 好了,這樣就按到 415 點多 它叫我們準確到最接近的 CM2 次 所以答案就是 C 416 搞定 OK,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